全网都嘲笑我是个大傻叉 别人都在追求S级天赋 可我却选择了最低的C级 但只有我知道 C级英雄中的光头大魔王才是最强的 一拳地球输中分 一脚月球抖三抖 我穿越到了一个被怪物入侵的世界 人类的安全时刻受到威胁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所有人类年满18岁之后 都可以选择一个英雄作为自己契合的对象 一旦契合成功 就能得到英雄们的天赋能力成为强者 可穿越而来的我惊讶发现 大家所契合的英雄全都来自一拳超人 于是在毕业典礼上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契合C级的奇遇体制 面对嘲笑 我只是默默坚持锻炼 30年河东30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 此刻视频中正播放着一名人类女子战斗的场景 只见女子抬起手掌轻轻一握 怪物巨大的身躯瞬间炸开 同学们都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们下国第一高手的实力 今天是你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契合对象 说吧 老师便开始介绍起了各种英雄 从高到低分别为S到C级 契合S级英雄的成功率最低 C级则几乎是100% 不过应该没人会选他吧 过往的无数案例足以证明 相比其他级别毫无战斗优势 只不过比普通人强上一丁点 几乎无法通过之后的秘境试炼 应该没人会选择吧 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我惊讶地发现 这不都是出自一拳超人的人物吗 当介绍起S3的英雄时 老师还若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只因我的父亲就成功契合了排名S3的英雄 更是当年凭借一己之力阻挡怪物的入境 可我却一门心思放在了C级的光头大魔王身上 既然曾经C级那么多人选 难道就没有人发现过他的秘密吗 或许要采用他那自创的训练法才行得通 所以其他人都不知道 很快契合英雄的仪式正式开始 一旦有人成功 提示器就会散发光芒 C级白色 B级蓝色 A级黄色 S级红色 不过契合的成功率着实感 一大半的人都失败了 很快就轮到了我开始进行契合仪式 听到我的名字不少人精神一阵 毕竟我那个曾经历晚狂澜过的父亲太充满 都认为虎父无犬子 一时间将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可当全网看着我周身散发白色的光芒脸都绿 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 我直接离开了学校回到家中 而我的事迹也立马残遍全网 虽然我的骚操作惊呆了无数网友 不过这件事也仅仅排在新闻热搜的第二名 而排在第一的新闻才是真正的轰动全国 在同一天有一位女孩成功契合了排名S2的英雄 这也是有史以来能成功契合S2的第二位 那位名叫唐紫辰的妹子一举名正天下 下方的评论大多都是表达了对她的注目 与我的评论相比简直是两个极端 没有理会这些 我回到房间连忙打开了属性面板 体质7 精神11 力量9 敏捷9 天赋 奇遇体质 这样的属性面板 每个契合成功的人都会有 并且只有自己才能看见 如果是其他人看到天赋那一门 估计只会是一头雾水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用 只有我才知道这个天赋是有多么恐怖 想到这里 如果没记错的话 每天要坚持俯卧撑100次 仰卧起坐100次 深蹲100次 再加上10千米长跑 思索过后 当即就开始练了起来 做完这些的我已经一下都不想动 可就在我完成这些项目的瞬间 身躯中涌现出了一股无形的力量 果然 我赌对了 就这样一连六天我都在断练 所花费的时间越来越短 明显感觉到身体中的能量愈发强大 就是精神属性纹丝不动 并且每天都在脱发 不过按这样来算 等到我秃了也练不到一拳 就能把大气从打里分裂了 等等 训练法中还有一项是天气再热 也不能开空点 距离天气热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事实就知道了 六天过去 网络上嘲笑他的人已经少了许多 倒是那名契合了排名 2英雄的唐紫辰 每天都挂在热搜榜上 据说唐紫辰已经被魔独五大特招入去 那是最好的艺能大学之一了 不过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脸色却有些古怪 还记得自己无意中听到了父母的谈话 说是享用老一辈的救命之恩 换取那位唐紫辰妹子保护他一段时间 就这样我和他成为了同学 今天是新生物上的第一堂课 而唐紫辰也顺理成章地被推选为班长 之后老师便开始介绍起了秘境 这是一个充满怪物的神秘空间 每年成功器和英雄天赋的人 都会被强制传送进去 只有顺利度过三次秘境的人 才有自由出入的权利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怪物图片 就是一号秘境中的怪物 也是你们即将要面对的东西 此刻我的表情极其夸张 因为这怪物的形象非常眼熟 这东西不就是僵尸吗 当有人提到它的弱点是什么 我的脑海中立刻跳出来了几样东西 糯米 桃木剑 黑狗血 可老师却说道 目前已知的弱点就是比较炮 你们可以用火来烧它 虽然很难对付 但它的奖励也很丰富 每成功击败一只 至少可以获得六点钱能 可以自由分配在四项基础属性上 前三次秘境虽然有些危险 但却是你们成长的最佳机会 从第四次开始就会有各种限制 危险程度成倍的增加 错过前三次秘境的好机会 你们一定会后果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上课加锻炼 我就比较轻松了 因为这训练法每天只有一次有效 即使一天重复锻炼十次 剩下的九次里也不会增长一点属性 不过属性增加的也比他人多太多就是 相比于其他人来说 每天拼命的训练 就是为了增加能在秘境中活下去的机能 其中最拼命的当属堂子成了 很快就到了秘境开启的前一天 每个人都有不小的变化 我也不例外 唯一的遗憾就是头发 随着属性的增加 发量却越来越少 要不等这次秘境过后剃个光头算 同学们 明天秘境就要开启了 我现在这里预祝大家旗开得胜 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 我要着重表扬一个人 他有着最好的天赋能力 却依旧是你们当中最努力的一个 来给大家说说 在你契合S2英雄天赋成功后 你的初始精神属性是多少 11 那么现在呢 19 听闻就连老师都很吃惊 现如今契合S2的第一人 当初一个月的时间也才增加了7点属性 庞子成 你创下了一个新记录 其他学生也纷纷露出羡慕的眼神 而我听到一个月加了8点属性 就创造了新记录后 默默地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体质212 精神11 力量214 敏捷214 天赋 其余体质 哎 真没意思 对于自己现在的力量以及身体素质 达到了何种地步并不清楚 反正床坏了两次 手机坏了三个 都是不小心捏碎的 另外 现在训练时间已经用不到50分钟了 这还是刻意控制的结果 否则在操场上全力跑起来能把众人都吓坏了 接下来就到了分组的时间 而唐子成理所应当地成为了香波波 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狠狠扎了绝大部分人的心 抱歉 我已经有组队的人选了 什么 唐班长已经有组队人选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很快就到了进入秘境的日子 而秘境是一个充满怪物的神秘空间 每年成功器和英雄天赋的人都会被强制传送进去 只有顺利度过三次秘境的人才有自由出入的权利 可我现在却被天赋最高的唐子成叫到了小树里 你应该知道我找你的目的吧 我父亲跟我说过 他托你在秘境中照顾我 其实不组队也行 你这么做不就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吗 一旦组队 击杀怪物所得的潜能可是要和队友评分的 我知道 可当年陈会长救了我的父亲 对我来说 他不仅是恩人 更是值得尊敬的英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包括你选择契合C级英雄天赋 但我并不会说什么 既然陈会长拜托我照顾你 那我一定会竭尽所 就这样我们一起被传送到了秘境 不过有一说一 虽然凭借自身的实力已经可以横得走 但有个学霸跟着就是好 秘境中的注意事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我们却不知道的是 唐紫辰因天赋过高 已经被其他组织的人盯上 为了不让我们再出现一名超级强者 秘密策划了一场邪恶净 在秘境中联合他们的心声 势必要将他永远留在这里 经过十多天的相处 两人完全建立了信任 而今晚就轮到我来守面 只不过刚准备休息的唐紫辰突然睁开了双眼 有人来了 而且不少 我们被包围了 这些人明显来者不善 而唐紫辰也立马明白了什么 你们是冲我来的吧 没错 我们可不希望你们这边再出现一位超级强者 少女的声音依旧平静而又带着一丝绝燃 等下我尽量拖住他们 你能跑就快跑吧 可我又怎么会这样做 就在要开打的时候 突生一变 狮王降临 除了我之外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结果就是刚才还剑拔弩张的众人 下一刻被狮王打得溃不成军 最要命的还是他竟然可以召集其他的僵尸 不一会儿在场就剩下寥寥几人 不然狮王将目光转向了唐紫辰这边 此刻就算少女的天赋在墙也不由地叹息了起 缓缓看向我 对不起 我不想死在僵尸口中 先走一步了 说完就发动念力操控飞镖向自己的脖子扎去 我一把接住了飞镖 班长 先不要着急想不开嘛 你好好休息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随后在唐紫辰惊讶的目光下 不到五分钟 上百具僵尸竟无意完整 此刻在场上的除了男女二人 就剩下那个净化的狮王了 实在是太快了 少女的目光根本看不清我的动静 他想说点什么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看向最后谨慎的狮王 这一拳两个月的功力 你接得住吗 一拳过后 再无动静 少女沉默许久 突然自嘲了一句 我刚当的表现像不像一个小丑 我有点跟不上她的脑回路 班长 这是我最大的秘密 谁都不知道 我也不是要有一骗人 你可不只骗了我一次 想起之前 这个不要脸的家伙还骗他说 想在临死之前尝试一下出闻的感觉 差一点就上当了 恨不管怎么说你救了我 大恩大德我无以回报 只能 我顿时面露期待 只是等了半天也不见笑 见唐紫辰一脸坏笑的看向我 好家伙 你也学坏了 嘿嘿 等你以后遇到麻烦的时候来找我 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会帮你 这句话说得很认真 唐紫辰还是很不服输的 估计他认为等他成长起来 就能超过甚至帮助自己 对于少女的想法 我只是轻轻一想 好 等我以后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事 一定会找你帮忙的 解决完眼前的麻烦好 我和唐紫辰开始不断焚烧僵尸残骸 虽然没有一句是完整 不过还需要经过焚烧才能彻底消灭他 少女看着我有一保留那句进化的僵尸 忍不住问你 你该不会是看他会召唤什么 打算用他刷经验了 没错 要不然他留着这个东西又有什么用法 按照一个僵尸六点潜能来做 到时候获得的属性不得破气 这不给咱俩赚死 唐紫辰听闻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你想的太简单了 我们目前的秘境奖励上线 每个人最多120点潜能 再加上我们消灭了这么多僵尸肯定 还有额外奖 大概30点 文言我很失望 看那一波肥的想法是落空 很快到了秘境结束前的最后一天 唐紫辰有些感慨 他感觉自己不是来求生 更像是旅游来了 这段时间真是麻烦你照顾 少女自嘲地笑了笑 本来为了报恩 受人所托在秘境中照顾眼前的这个男人 没想到全反过来了 不仅让他化险为夷 还带他拿到了最高的奖励 算起来赚大发了 如果换成跟别人组队 估计他早就凉透了 唐紫辰笑了笑忽然说道 还有大半天时间 我们随便走走吧 好 这两个人还真把秘境试炼当女由来了 可其他人就没这么好用 一个个在秘境中苦不堪言 终于 本次的秘境试炼结束了 下一刻在所有新生的脑海中 自动浮现了本次获得额外奖励者的信息 其他人还没来得及思考就被传送了出去 唯有我和唐紫辰留了下来 开始结算额外奖励 而外界校区的所有老师和领导 此刻目光都在寻找着唐紫辰 渐渐的 所有人心中一沉 完了 没找到 下一刻他们的老师突然冲到学生面前大声道 同学们 欢迎你们安全回来 辛苦了 就是 我想问一个问题 追杀唐紫辰的 到底有哪些人 在此之前他得到消息称 因唐紫辰天赋过高 敌给国会在秘境中联合新生去针对他 就算是天赋再高 这点时间又能拉开什么差距 更何况秘境对于新生来说危险重重 说到后面 身上甚至爆发出了实质的杀意 看着架势打算用余生潜入敌国岛暗杀了 学生则是一脸猛 老师你说什么呢 追杀又是什么 他在秘境中接受金光洗礼呢 你没再跟我开玩笑 老师我哪胆啊 正说着 两人的身影便凭空出现 在场所有人顿时都松了一口气 巨大的惊喜 唐紫辰安全地回来了 不仅如此 他还拿到了额外奖励 这可是值得大叔特殊的大好事 虽然我也获得了额外奖励 不过在所有人眼中 我只是运气好吧 成了唐班长身上的挂剑人 C级天赋还不值得他们看中 不过我也无所谓 甚至还乐意至极 我才不想跟那些 充满官腔的领导打交道 看我默默发育 最后震惊所有人